老婆,现在岳父的丧事也办完了,听我妈说这次的礼金有二十万呢,你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吧,我来保管这些钱。 张小凡,你太过分了吧,我爸刚去世几天,尸骨未寒,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盯上了这次的礼金,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?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了?你自己摸摸你的良心说,我爸生前对你有多好,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,他生病的时候你一天没有照顾过他,去世后你连葬礼也不帮忙张罗, 收的礼金你却第一时间就要拿走,你对得起他吗?你还是个人吗? 你说的这些我是没有处理,可是伴葬礼的钱是咱家出的,收的礼金放我这不是很正常的吗?你花钱大手大脚的不知道节制,这些钱我来保管最好了,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 张小凡,你搞清楚,不是咱们出的钱,是我一个人出的钱,你作为一个女婿,既不出钱也不出力,现在居然有脸要回报,这钱我是不会给你的。 小米,这些钱放你那有什么用? 我们要学会理财,这些钱管理好了是可以钱生钱的,我妈可是经验丰富的老会计了,你把钱交给我,然后我再交给她管理,保证能帮我们大赚一笔,这些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很多。 你想的还真美,恐怕到时候不仅钱没赚到,连这些本钱都没有了,我记得咱们刚结婚的时候,你说你的工资给你母亲管理,保管能赚大钱,可是结果呢? 咱们孩子都八岁了,钱我是一分也没看到,这些钱究竟去哪了,只有你和你妈心里最清楚吧,你以为我还会像当初那么傻吗?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,这钱我要自己保管。 过去的事,你还提他干什么?这次你放心吧,这次把钱给我,一定能赚到大钱。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?这个家所有的日常开销都是靠我的工资负担的,现在你又想用同一招让我把钱交出去,你别做梦了,你的钱你爱给谁管就给谁管,但是我爸过世的钱你别想独吞。 如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,我也要为自己为儿子考虑考虑了,这些钱是我的底气和退路,以后我还得供儿子上大学,所以我不可能给你的,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看来我妈还真是说对了,你就是小气,一点远见都没有,这钱放在你那一分都多不了,拿给我妈,让我妈钱生钱不好吗?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够了,你就别再打我钱的主意了,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交给你的,我爸刚去世,我现在这么伤心难过, 你还要在这个给我添堵吗?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往我伤口撒盐?现在我是一个过了,没有亲人了,你和儿子是我唯一的亲人了,你就别再算计我了,行吗? 刘小敏,怎么说话呢?难道我爸妈就不是你的亲人吗?我的父母也是你的父母,只要你能好好地孝敬他们,他们也会拿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。 我平时对他们还不够好吗?就算我父母,暂时我也是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来对待的,可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? 不用我多说了吧,你只要不是眼瞎,就能看得见你父母是怎么对我的。 好了好了,我和你真是没办法沟通了,等晚上我妈过来再和你说吧。 晚上的时候,婆婆来安慰小敏。 我可怜的儿媳妇啊,你要放宽心,你可要坚强一点,你爸妈虽然都走了,但是还有我们在呢,妈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,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,你还是有疼爱你的父母的,你不是一个人,还有我们一家人呢。 谢谢妈,我会坚强的。 这就对了,这生老病死人之常情,看开点就好了。 对了,妈还有一件事想问你,你家现在都没人了,你爸妈那套房子现在怎么办了? 我爸妈只有我这一个女儿,所以那套房子肯定是归我的,这也是他们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。 现在你和小凡的日子更好了,有车有房又有存款,孩子学习成绩也好,你们的日子过得真舒心啊,就是可怜了我的小儿子,他和你们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,都结婚这么久了,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,还在租房子住呢,说来说去都怪我们没本事,做父母的连房子和车子都没钱给他们置办。 他们两口子经常为了这事吵架,每次他媳妇骂他没车没房的时候,他自知理亏,都不敢还口的,你小叔子这日子过得是真憋屈啊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帮他。 妈,你放心吧,小叔子的工作挺好的,再努力几年也会买上车和房子的。 话是这么说的,但是就怕你弟媳等不了了,你弟媳妇嫌弃你小叔子没本事,没有车和房子,正跟你小叔子闹离婚嘛。 我这个母亲当得太不称职了,都怪我无能为力,帮不了他,妈真的很自责。 妈,你别难过,这买车买房不是父母的责任,你不要自责了,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过来的,我相信小叔子也会苦尽甘来的。 我的好儿媳妇,妈知道你孝顺,你爸妈那套房子现在闲置着,你们又住不了,你就把它送给我小儿子,就当帮帮妈行吗? 妈,你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呢?你这要求可是太过分了,那套不仅仅是一套房子,它是我和爸妈的回忆,现在我爸妈不在了,那是我唯一的念想了,我怎么可能送人呢? 再说了,我和小凡结婚的时候,你和公公也没有给我们买车和房子啊,我也没见你对我们心有愧疚,为什么到了小叔子这,你就要想方设法地帮他? 小米,咱们都是一家人,你小叔子日子过得艰难,你身为大嫂,有能力就帮他一把,要是没能力,我也不会提这个要求的,我这个婆婆也是讲道理的,既然你爸妈那套房子闲置着也是浪费,你就送给你小叔子好了,我们全家都会感激你的,你小叔子也会念你的好的,我会让他报答你的。 这种话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,你要是讲道理,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,你可别忘了,你大儿子住的房子还是我结婚时,我父母给我的陪嫁房,现在我父母已经不在了,你又想让我把他们的房子送给你小儿子,你也太不要脸了吧,天下就没有你这么贪婪的人,做人可不能太贪心了。 刘小米,你跟谁说话呢?我是你婆婆,是你的长辈,你竟然敢这么说我,我看你就是小亲。 再怎么说,我们都是一家人,我也不是一点情面都不讲。既然小叔子想要这套房子,我可以按市场价打八折卖给他,这是我的底线了,想要让我白送你,就不要想了,我不会送给他的。 咱们都是一家人,谈钱太伤感情了,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,你有能力就帮你小叔子一把吧,他以后会感激你的,你娘家的那套房子正好是学区房,你侄子马上也要上小学了,你现在把房子过户给他,那你侄子以后就可以上好的学校了。 孩子从小能有一个好学校,这对孩子的将来也是有好处的,他们夫妻俩要离婚,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,你也不忍心看孩子这么小就缺负少母的吧,你就看进小凡的面子上帮帮你小叔子吧。 妈,小凡在我这里没有这么大的面子,再说了,他只是我的儿以侄子,又不是我儿子,最应该对他负责的是他父母,我的房子以后都要留给我儿子的,我只会对我的儿子负责。 刘小米,我好话给你说了一箩筐,你怎么就是油盐不尽呢?你到底有没有良心?你爸爸的葬礼都是我们家忙前忙后的,现在不过让你帮个小忙,你都这么斤斤计较,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,不能狼心狗肺,你这样不尽人情对得起我们吗? 你还说我斤斤计较,是你太贪心了吧,你不过就是去探望一次我父亲,竟然就想换一套房子,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,你是在做白日梦吗?想什么美事呢? 我低三下四的跟你说了一箩筐的好话,你竟然还不同意,你是非要我来应的事吧? 刘小米,我告诉你,你现在人都是小凡的,那房子也是我家的,我来问问你是给你面子,既然你油盐不尽,我也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了。 明天我就让我小儿子搬进去。 你哪里来的底气搬进去,这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,跟你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,你要是敢擅自霸占我的房子,我可以去盗你。 刘小米,你是不是欠收拾了,竟然还敢去报我,我好心好意的来安慰你,真是浪费了我的好心,我就不应该安慰你。 你是来安慰我的吗?我看你是来要房子的吧?那套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,你也敢动歪脑筋,你不就是欺负我娘家没人了? 所以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跟我要房子吗?还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要房子,你是不是欺人太善了? 小米,你有一套房子住着,这套房子在你手里也没有用,你又住不了两套房子,你就送给你小叔子帮帮他怎么了? 我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,就为了一套破房子,你难道想跟我撕破脸吗?你还当我是你的婆婆吗? 想要跟我撕破脸的是你吧?我告诉你,你没有资格要求我把房子送给小叔子,小叔子已经成家了,他想要房子可以自己努力赚钱去买,别一天到晚的总想着霸占别人的。 你真是气死我了,你居然爬到我头上跟我叫板了,你脸还真大,一个当儿媳妇的竟然敢教育我,我看你是反了天了。 我真是后悔同意我儿子娶了你这种小气巴拉的女人,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,我当初就应该让他娶她的青梅竹马,肯定比你孝顺百倍万倍,我现在越看你越烦,你就是一个灾心,你赶紧滚出我们家,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 你还有说这话,我摊上你这样为老不尊的婆婆,我才是倒了八辈子眉,你脸皮真是太厚了,为了一套房子什么话都敢说。 你敢骂我,你给我等着,我现在就让我儿子把你赶出去。 老太太转身就去找儿子诉苦了,更是添油加醋的把事情跟儿子学了一遍。 小凡听了妈妈的诉苦,怒气冲冲来找小敏。 刘小敏,我告诉你,你明天就去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,不要再惹我妈生气了,事到如今,我也不怕告诉你,你父母救你这个女儿,等他们去世了,所有的财产都归你所有。 当初我娶你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点,可是我真的没想到,你父母既然走得这么快快,现在我已经没什么可顾虑的了。 那套房子你给也得给,不给也得给,我已经决定了,这件事没得上了。 张小凡,我当初真是瞎了眼,才非要嫁给你这个混账东西。 你们一家人都是决心不良,我爸刚去世,尸骨未寒,你们不是跟我要礼钱,就是跟我要房子。 这几天我也终于看清你们一家人了,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,明天我们就去把婚礼了,你们一家人让我感觉恶心。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,我给你三天的时间,让你母亲把借我娘家的二十万给我还回来,还有我爸那辆二十万的车,也让你弟弟赶紧给我送回来,否则我就去起诉你们,请你马上从我的家里滚出去。 小凡,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分钟都不想过了,我要和你离婚,这个孩子我也不打算要了,咱们俩就这样算了吧,我真的受够了。 老婆,你胡说八道什么呢?当初为了怀上这个孩子,你吃了多少苦,打了多少针,吃了多少药,你怎么忍心说不要就不要呢?究竟发生什么事了?让你这么这种话,你赶快告诉我,我来解决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妈,自从我嫁到你们以后,我和你妈之间的矛盾是与日俱增,我处处忍让你妈,你妈却变本加厉,今天你妈居然为了三千块钱把我爸给打了,真是太过分了,我真是受够她了。 老婆,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?我妈好端端的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打你爸呢? 我怎么可能会误会,现在我妈都被气得在医院里抢救呢?要是我妈就不回来,有个三长两短,那我和你就彻底结束了。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,更加不会原谅你母亲,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 你妈这次真的触犯了我的底线了,一直以来,我为了不让你家在中间为难,也为了咱们这个家能和和睦睦的,在你妈面前,我做小福低,忍气吞声,从来不和她计较。 不管她对我怎么样,我都把她当亲妈一样伺候,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可是我的付出换来了什么?只换来了她的嚣张和变本加厉。 你妈真是越来越过分了,这次我绝对不会原谅她。 老婆,我妈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愤怒?你母亲不是动了个小手术,身体也恢复得很好,今天不是她出院的日子吗?怎么又会抢救呢? 我妈确实恢复得很好,本来今天是要出院的。 可是你妈突然跑来医院,对我妈指手画脚,破口大骂,这医院里这么多人,人来人往的。 我妈直接被你妈气得晕了过去,又送进去抢救了,这回你们满意了吧? 我妈好端端的怎么会去医院呢?这是为什么? 就是因为我今天给我妈赚了三千块钱,让她出院之后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,没想到正好被你妈听见了,她非要让我把钱要回来,我跟她说了,我不会要回来的。 可是我没想到,你妈她居然跑到医院来了,还把我爸给打了。 我妈身体本来就没有完全康复,但是让你妈这一闹,直接就被气进了抢救室。 张小凡,我告诉你,我妈要是有什么事,我绝对饶不了你们家,我会让你妈吃不了兜着走。 那我妈到底说什么了,能把丈母娘气得这么严重? 你妈就是一个泼妇,说的话真是太难听了,有些话我都说不出口。 她说我妈一天到晚就想着花女儿钱,在这卖女儿呢,她还说我吃礼爬外胳膊肘往外拐,就知道拿着你家的钱填补娘家,还说我们全家都是趴在你身上的吸血虫,让我妈赶紧把钱交出来,否则就让你休了我。 我妈一口气没上来就被她气晕了过去。 什么,我妈怎么能这样做呢,真是太过分了,小米,我现在就去说她,你放心,我一定让她给你爸妈好好的道歉,我求求你先冷静一下,千万不要伤害咱们的孩子,这可是我们盼了好久才盼来的孩子,你可千万不能冲动。 老公急匆匆的跑去客厅找母亲,一脸怒气的问母亲。 妈,我真是太佩服你了,你可真行,我老婆让你气得要和我离婚呢,你以后别再住在我家了,以后咱们搁过个的吧。 妈,你以后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。 儿子,你太过分了,我是你亲妈,你居然为了这种女人跟我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,你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之恩吗?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苦才把你养大成人吗?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。 再说了,这事情你怎么能怪到我头上?你老婆自己要离婚我也拦不住啊,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这样指责我?你真是太不孝了。 妈,都到这个时候了,你还想骗我吗?她被你气得不仅要离开我,现在连我们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都不想要了。 这个孩子我盼了多久你不是知道吗?你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,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和财力吗? 如今你的眼皮子这么浅,竟然为了三千块钱就把我丈母娘气晕倒了。 你还嚣张的把我老丈人也打了,你就不能消停点吗?就不能让我过点安生日子吗?你非要把我害得妻离子散才肯罢休吗?有你这么拖儿子后腿的吗? 你不要听小敏胡说八道,他不敢跟你离婚的,他就是在吓唬你呢。 我以前就和你说过,不能太惯着他,否则的话,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会骑到我们脖子上的。 你放心吧,我心里有数的,这个孩子是他好不容易才怀上的,你让他去打掉他都不会的,你是男子汉,男子汉大丈夫要经得住事,别被一个小小的女人拿捏住。 你说的还真是轻巧啊,万一小敏一冲动真的打了怎么办?你是想让我妻离子散吗? 如果他真的敢不要这个孩子,那这个女人就真的太狠毒了,咱家坚决不能再要他了,你放心,你的条件这么好, 以后妈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。 妈,你说够了没有,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,我告诉你,我这辈子都没打算离开小敏,我都这么跟你说了,你竟然还不知悔改,拒不认错,你非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? 而且小敏也说了,我丈母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我和她就完了,孩子她绝对不会留下的。 儿子妈是为你好,真的没有闹,我不能让她拿着你辛苦赚的钱去补贴娘家, 所以我就是想把你的钱拿回来,是你那个老丈人对我出言不逊,我才冲手教训她的。 你还真是好意思说这话,我老丈人罪名势力了,需要用你教训吗? 谁让她说我小气的,她还说小敏孝顺父母天经地义的事情,谁也管不着。 当时我就说了,小敏不会持家,坐公交车几块钱也能来到医院,却非要花几十块钱打车过去。 你老丈人一听就开始大声嚷嚷说我不讲信用,还说当初说好的,婚后买车的,到现在都不买。 她不断插嘴我的话,竟然还敢和我顶嘴,实在太没教养和素质了,我打她几下都是轻的。 妈,你能不能消停点,那可是你的亲家,你就为了这点小事你就打人,你可是真能耐,你这是存心想让我妻离子散。 这怎么能怪我呢,谁让她满嘴喷愤说话太难听的,竟然还敢对我们家各种不满,我没有亏待过她女儿吧? 她竟然还指着我鼻子吗?我要是不给她一点教训,这老东西就蹬鼻子上脸了,她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买不买车? 买不买车是我家的事,还轮不到她在这里说三道四的,真是气死我了,我不给她一点教训怎么能行? 妈,我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,我老婆肚子都那么大了,你既然让她坐公交,公交车上那么多人挤来挤去的,你就不怕她出事吗? 万一真出事后悔都来不及了,打个车就十几块钱的事,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? 她不就是怀个孩子,至于这么娇气吗?她又不是玻璃,一碰就能碎,你别给我提她,你一提她我就来气,别人怀孩子像下当那么容易,她可倒好,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都生不出来,一点都不中用,最后还要花钱去做市馆,真是败家娘们,我们家的钱都快被她花光了,现在竟然还敢挑拨离间威胁我们了,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 就她这样的,我没让你和她离婚,她就该偷着乐了,还敢拿离婚来吓唬你。 妈,我老婆娶回来是疼的,不是娶回来生孩子的,你自己摸着胸口说,小敏这些年对你和这个家的付出,你看不到吗?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呢?如果没有她,这么多年你能过得这么轻松吗? 她这么多年未孕是怎么回事,你不是最清楚的吗?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,当初我们刚结婚的时候,小敏就怀孕了。 你朋友跟你说是个女孩,你信了,逼我我们非要让她打掉那个孩子,就是那次她动手术伤了身子,才这么多年怀不上。 如果不是你的话,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能打酱油了,你不心疼她就算了,竟然还在这里说风凉话,你怎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呢? 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好,咱家可是一脉单传,道你这不能绝后啊,那可是天大的不孝。 再说了,如果不是当初我的这个决定,你们能一心做事业吗?你们会有今天的成就,这一切都要感谢我才对。 妈,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?做人要讲道理的,哪能止进不出呢?我老婆这么好一个人,都是我丈母娘的功劳。 她妈这个生病住院动手术了,她就给她妈三千块钱,让她妈买点营养品,补补身体有什么不对吗?至于让你跑到医院去要回来吗?我这辈子能娶到她已经很幸运了。 你能不能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,我老婆对你够好了,你还想怎么样? 哼,你老婆哪里对我好了,她眼里从来没有我这个婆婆,她私自拿咱家的钱给娘家,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? 我看她就是当那一套背后一套,再说了,她妈不是已经治好了吗?为什么还要浪费钱买那些营养品? 你挣钱多不容易啊,我也是替你心疼,你老婆大手大脚的往娘家拿钱,我要是不阻止,等她把咱们家当空了,以后有你苦头吃。 妈,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?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,做人可不能太自私。 孩子,我和小敏已经结婚了,她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,她能把你当作亲生母亲对待,我也能把她的父母当成亲生父母来孝顺。 我终于明白小敏为什么不想再跟我过下去了,终于明白小敏为什么宁可连孩子都不要了也要跟我离婚,这一切都怪你。 你放心吧儿子,就算我借她一万个胆子,她也不敢离开你的,小敏很爱你,她舍不得为了这点小事放弃你的。 以前我也经常找她的毛病,她还不是忍着憋着,到现在还死心塌地地跟着你,她就是吓唬你的,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 妈,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,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这样刁蛮不讲道理的人。 以前小敏说你总是找她的麻烦,处处针对她,我不相信,还骂过她不懂事。 现在想想,我老婆嫁给我这么多年真是太委屈了。 妈,不知道我丈母娘是不是平安无事了,你赶紧买些礼物去医院,诚心诚意地给他们道歉,请求他们的原谅吧,这样小敏也能消气好好地跟我过日子了。 不可能,是他们有错在先,为什么让我去道歉? 张小凡,我告诉你,你敢让我去跟他们道歉,还不如直接让我去地下见你罢得了? 妈,你就去医院道个歉,这事也许就过去了,别让我为难好吗?一边是老婆孩子,一边是亲妈,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。 张小凡,你怎么这么没出息,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,你要长相有长相,要事业有事业,随便找一个都比她好百倍,还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,干什么非要刘小敏那个女人,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,孩子不要就不要了,我不稀罕。 妈,那可是我的孩子啊,是你的亲孙子啊,既然你这么狠心,那你干脆连我也别要了吧,我告诉你,你以后自己住这个家吧,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了,我老婆孩子在哪里,哪里就是我的家。 张小凡,你真是一个混账东西,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连亲妈都不要了,你这是大不孝,你可想清楚了,老婆可以再娶,妈可只有一个。 没等母亲说完,小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留下母亲一个人在家泪流满面。